玩具小狗动起来的瞬间 这条罗维娜眼神立马变了 他重心慢慢后移 摆出攻击姿势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而当玩具狗移动到离他不足两米的位置时 罗维娜有些坐不住了 虽然在主人的控制下 他没能立马扑到对面 可视线一直牢牢锁定在玩具狗身上 等待最佳的狩猎时机 只见他熟练地把小狗压在身体下方 然后隔着嘴套疯狂撕咬 中途甚至因为过于兴奋 直接把嘴里的狗抛到了天上 不过当他想第二次扑上去时 却被男主人收紧绳子控制住 接下来工作人员又把狗狗换成小孩 由另外一位嘉宾抱在怀里 慢慢经过这条罗维娜身边 但他看向孩子的眼神 跟看狗没有任何区别 当女嘉宾距离他仅有一不知遥时 这条狗猛地加速扑了上去 看到爱犬这副疯狂名 两位主人都有些慌了 他们完全不敢想象这一口 要是真的养到孩子上 结果到底会怎么样 据男主人说 收养这条罗维娜犬完全是个意外 当时是朋友主动联系他 说带回来三条德木 但家里太消养不下 问他要不要领走一只 于是夫妻俩一商量 就把狗接回家了 但回家后怎么看怎么奇怪 所以上网搜了一下 结果发现根本不是德木 而是罗维娜 那时候两人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品种 也知道了它竟然是猎性犬的一种 不过好在夫妻俩身体素质都很强 男主人是举重选手 女主人是举重教练 力气够大 领导力也够强 所以这条狗被训练的还是相当不错 不管在家里人还是陌生人面前 狗狗对待人类的态度都非常友好 但是唯独一点 它会和家里其他几条狗打架 并且造成过三起严重事故 第一次是女主人带着这条罗维娜 跟另外一只泰迪出门散步 中途路过邻居家时 对方院里的泰迪冲着它不停乱叫 罗维娜竟也进不去 咬也咬不到 结果一兴奋 把气撒到了自家泰迪身上 第二次事故发生在一个月前 那会儿他们刚从收容所又领养了两只狗狗 到家当天为了避免打架 女主人还特地把所有狗都拴上绳子 让他们熟悉下彼此的味道 几个小时都相安无事 她就把牵引生松了 但新来的泰迪可能是害怕 所以一个劲地往她身上乱扑 巧的是罗维娜正好站在后面 从那个角度来看很像在发起攻击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咬了上去 这次意外发生后 两位主人立马给罗维娜戴了嘴套 每天只在吃饭和玩耍的时间 给她解开一会儿 可是千房万房 还是没防住第三次事故 那天朋友带着爱犬和孩子来家里做客 因为担心发生意外 罗维娜整整一下午都被关在航空箱里 而大人孩子跟其他狗狗都在客厅 傍晚时分男主人看他实在可怜 就把狗放到了院子里面 结果转身拿个东西的功夫 他就闯进房子 把朋友的狗给咬了 重点是这条罗维娜 当时还戴着嘴套 他是用蛮力把橡胶层撑开 然后咬伤了朋友的狗 这三起事故 给男女主人敲响了警钟 他们怀疑咬狗 可能只是个开始 如果放人不管 那么咬人的日子 很快就会到来 所以夫妻俩简单商量一下 就给节目组写了申请 希望训犬师能帮帮他们 这次训犬师收到申请后 很快就判断出了 这条罗维娜犬的问题 他说从人类角度来看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对情侣结婚后 丈夫突然告诉妻子 自己有其他欣赏人类一样 妻子不能理解 这条罗维娜同样不能理解 为什么自己要跟其他小狗 平分主人的宠爱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 却不能代表 如果没有其他几条狗 这只罗维娜就一定不会咬人 因为它会把争宠的情绪 带入到其他人身上 举个例子来说 这条狗一定非常喜欢小主人 绝对不会伤害小主人 但不意味着 它不会伤害小主人 带到家里的朋友 大致了解完情况后 训犬师就来到了主人家 而他刚一进门 这条罗维娜就表达了热情的欢迎 之后训犬师又看了下院子 以及狗龙 包括两位主人控制狗的样子 然后露出了非常满意的神情 他说导致这条罗维娜犬 情况恶化的原因 应该就是第二次领养 尤其是其中那条 泰迪到家之后 导致原本的平衡 突然间被打破了 训犬师告诉两位主人 其实却爱是弃养犬的一种通病 所以他们在遇到对自己好的主人后 会像杜鹃鸟宝宝一样 把窝里其他的蛋都给推走 这种恶意不仅仅是对狗 也会波及到孩子身上 但当这种自私的性格 对上罗维娜的忠诚护主 矛盾就烧起来了 而这个家之所以到现在 还能维持平静的原因 大部分要归功于女主人的领导能力 因为两位主人对狗狗的控制力已经够了 所以训犬师直接进入到调节训练 他负责牵狗 男主人负责抱着玩具狗站在对面 而这条罗维娜虽然没有开始警惕 眼神却一直锁定在玩具狗身上 当男主人把玩具放回地面时 这条罗维娜立刻站了起来 他紧接着扯了扯绳子 罗维娜眼神立马变了 第一次控制成功后 训犬师又让男主人提着玩具向前走 与此同时 他也牵着罗维娜相向行 在二者相距三米左右的位置下达坐下指令 而这回罗维娜完成得非常优秀 即便男主人在对面扯着小狗蹦了好多下 他也是只用眼神观察 没有做出攻击行为 当训犬师转身离开时 他没有任何犹豫就跟了上去 接下来训犬师把嘉宾请到现场 让他假装成遛狗的邻居 而男主人负责控制这条罗维娜 当二者再次相遇时 情况又不同了 因为是主人牵绳 还不让他对小狗发起攻击 所以罗维娜紧紧张得连走路都不会了 夹着尾巴一个劲地往主人身后躲 而这时男主人不能心急 稍微夸赞他几句 就会变得自然很多 调节完罗维娜的攻击性 训犬师让男主人把那只泰迪牵了出来 结果双方刚见一面 眼神里就撞出了火花 而两位主人需要做的 就是通过不间断靠近训练 慢慢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 过程中还得维持住平和的场面 首先由女主人牵着罗维娜 慢慢前进 每到达一个距离点 就带着这条狗虫走一遍 直到她跟泰迪的距离 从7米缩短到了3米 而目前为止一切安好 当情况反过来 由男主人牵着泰迪 慢慢靠近时 这条罗维娜虽然起初有些许不安分 可女主人稍微控制下 她就坐在原地安心待命了 而最终双方的距离 也成功缩短到了3米 截止到目前 可以说训练非常成功 非常有效 但训犬师却在观察机案后 突然沉下了脸色 虽然这个提议 对于大家来说都有些伤感 但女主人最后还是做出了决定 与其把这样一条狗 拴在自己身边受苦 不如让她能去到更好的主人身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不管有没有这条罗维娜 多犬家庭都非常容易产生矛盾 而这家人之所以能维持平静 一方面是其他几条狗都比较安分 另一方面也是两位主人控制力强 虽然不是专业人士 但也把罗维娜训练得很不错 危机意识也有 可惜第二次领养时 带回来了一只性格不对付的狗 最后把泰迪送走 其实不管对狗还是对人都好 但这对夫妻的特殊情况 显然不适用于大多数狗主人 还是希望大家在养狗前衡量好自身条件 不要盲目跟风 去养不适合自己的犬种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